这些明星是如何花式割韭菜的 正看火锅店里面卖的食材都发臭了 竟然洗洗洗是用 这明星开餐饮店翻车也不是第一次了 店里的鹅肠也一样不卫生 表面还带着脏东西也不清洗一下 好一个调料 割韭菜就算了 就不能顾及一下粉丝的安全吗 一段时间张天林银海在职位间卖春联 一个福字竟然要1688 今年春节黄阿玛给大家迎春送福 这个福是我花了很长时间 一副一副写的 这副限量珍稽收藏版的 黄阿玛送的迎春福再合适不过了 不得不说 这摄像也太难看 递谱的是还真卖出了两副 改自直播卖酒 续报价格 割粉丝酒餐的事情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单瓶扫码价 1988500毫升 原酒生产国是法国的 今天在我这边扫码价是1000多块 88来买一瓶 再送你们一瓶 先不说这个酒是真是假 这酒你敢喝吗 劝嘎人喷长江 一度劝嘎子不要越心越深 结果没几天自己就真香了 黄金酒是不是就是 小券峰 小券峰 省眼睺 买一橋 这两张